越南战争是距离我们中国最近的一场战争,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出现了学许多多的抗战英雄。 这些人有的战死沙场,比如战亚平,比如傅平山,也有些战士带着一身的伤痕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 当年的那场战争中很多战士为了侦查敌情,被敌军发现,在掩护战友撤退的过程中,被敌人围追堵截,最后开枪自杀。 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了的傅平山烈士就是这样牺牲的。 敌军包围了傅平山整整齐天,在最后一刻因为敬佩傅平山还喊话,只要傅平山放下武器,就不杀他。 可是当时,傅平山却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了,如今的人关注的是那些娱乐明星们,天天心疼这个心疼那个,却把为他们打造和平环境为英雄忘记得干干净净,那些烈士长年地下,也不见得有人心疼。 今天历史真要说的这位抗战老兵名叫王志勇,他在战定中是心愿的,因为他还活着,但他也是不幸的,因为战争他成为了残疾人。 王志勇在越南战争中,所在的部队是解放人1280的支针连,王志勇担任班长,战争打响后,王志勇和其他侦察兵一起前去侦察。 这时候一个落单的越南兵被发现,战士们准备生前这个越南兵的时候,灾难发生了,这个越南兵拉响了手雷,导致王志勇的左腿永久性残疾。 战争结束后,王志勇退役了,他过着平常人的普通生活,对于经历过生死的王志勇来说只要过着就有希望,就比什么事情都要好。 然而天不遂人缘,有一天王志勇拖着自己残缺的身体去医院看病,这时候医院里的一个二流子故意碰到王志勇,并且要求王志勇赔偿,他5000元的精神损失费,王志勇气不过,只和他理论,没有办法最后直接找来了警察,但是因为当时没有监控,这件事很难解决。 所以无奈之下王志勇,只和说出了自己的身份,他说,警察同志请你相信,一个参加过战争的军员是不会说谎的。 随后老人带着警察一起去了他的住所,拿出了曾经的宣章,这件上边赫然写着一等功臣王志勇,原本老人只是想把这件事情解决掉,但是当地的记者获悉后,前往老兵的住处进行宣传。 后来政府知道后,直接派来多位人员来问问老兵,而老人原来的战友,现在某部队的领导,知道了这件事情非常气愤,认为当年为国做过奉献的老兵不该有这样的待遇,这件事最终惊动了中央。 后来在很多人的帮助下,身材之间的王志勇,创办了自己的企业,如今他仍旧尽自己的力量,帮助当年的那些老兵们,而却对待已故老兵的父母都像亲生父母一样,向这些老兵致敬。 如果我们回icho到问题是什么事。 我们将在这个地方、律前或是手术子,议之后,要有独立的。